6月6号五彩冬极在圣盖博西尔顿酒店的说明会 扯位是盛况空前 几道是人潮满满 而且甚至有人需要在外面听说明会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可以让五彩冬极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 让所有的人是感觉到万人空像这样的一个盛况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再次请到了五彩冬极的Bowen 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五彩冬极它为什么可以如此的万人空像 Bowen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 赶快告诉我们6月6号的状况是怎么样 哇那次的说明会真的是复乎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我们只想说 因为现在华侨在这边其实 早期都是一些长辈们他们都提早来到这个地方 那在这次的话 因为我们想说也是配合到这次的潮流 因为早期来的华侨们 其实他们都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那他们其实很多已经有意愿想说 那我要回台湾做退休 甚至享受一下台湾的医疗这部分 那我们刚好引进到这波潮流 所以说来举办这个说明会 那也很荣幸的有机会邀请到这么多的观众和听众 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项目 那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属于说自己有兴趣要做投资 甚至说对未来自己退休都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说特地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听我们的说明会 听听看其实五彩东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建筑集团 而这个五彩东吉在台南又有什么样的建案规划 其实在台湾您刚刚提到的 其实退休生活跟医疗生活是很重要的 当然公共设施还有它所有的设计都是很重要的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这次五彩东吉在台南的这个建案 是有什么样的建案规划 其实这是我们在这次上的规划的话 其实我们这本身这个环境来讲 其实跟洛杉矶相对其实有点类似 我们就是在规划上很多道路的话 其实非常宽阔 甚至人行道都做得非常的宽阔 和以往一般城市的规划上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说我们保留了非常多的绿地 甚至公共建设甚至棒球村 甚至医院都是在我们这个地方附近 那很多的消费甚至食衣住行娱乐 都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被满足 那对这些退休的族群的观众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这个环境是非常舒服的 那经过上次说明会之后 有许多购买的购买者 他们都非常有兴趣要回到我们台南 去看看这个地方 那他们看完实际了解之后 也觉得说这个环境的确是相对舒服的 所以说他们对我们的环境是非常认同 以及我们的建案 对 除此之外 五彩东级它是用一个玻璃建筑 围成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档建筑 而在对面就可以俯瞰到这个台南的博物馆 除此之外 其他的医学院也都在五彩东级的附近是吗 是 像我们这次利用玻璃这样的元素 就是希望说取代我们早期 传统所看到的一些水泥建筑物 那他们因为很多的水泥墙来去挡住了他们的视野 那他们就没有欣赏到这样的景色 那因为其实很多这边的居民 他已经习惯了 比如说住在山上 他们看出去的景色是相当漂亮的 那我们刚好有这样一个123英亩的绿地公园 在我们的对面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玻璃帷幕 来去打造一个非常一望无际的辽阔的绿地视野 来给他们做这样的享受 当然啦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的挑高的一个住宅 这样一个挑高的住宅 它有这么多层楼 它的抗震的这个原理 当然是非常需要注重的 当然当然 那因为我们这是在建筑 台湾本身和加州是一样 是一个地震带的地区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特地有引进日本的隔阵设计 来去对我们的抗震系数 来提到最高的境界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像一般传统的七级上的强震 很多建筑是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地震为例的 那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七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 可能在住宅感受到 可能未来只剩两级甚至到三级而已 其实都是一个小镇 所以说他们未来 甚至长者来讲都会住得非常的安心 可是这一次呢 崩文其实跟我们讲到了 他所有的建案的规划 还有抗震的设计 甚至是绿地的规划 甚至是台南博物馆 这样一个俯瞰美景的规划 都只是其中的一小点部分而已 在7月25号是有一个很大的说明会 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 这是7月25号因应很多观众说 上次我来了 结果没有机会站到位置 那没有办法听到 那这是我们特地加开的这场说明会 那这场说明会就是在 7月25号Pacific Palm的饭店里面 下午2点到5点 我们又举办了一场说明会 来让各位有兴趣 想要了解我们建案的民众们 来去听我们的建案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会分享一些房地产的资讯 甚至为什么你要在我们这个地方 做投资 自助 甚至退休 这些都是非常需要 观众朋友非常需要的资讯 尤其是这些正面的资讯 千万不要忘记了 7月25号下午2点 在Pacific Palm 五彩东吉的Bowen会告诉您 其实五彩东吉的建案 它的好处有哪些 现在房地产的市场分析 它的好坏又在哪里 如果今天真的想要在台湾置产 到底好不好 7月15日下午2点见